乱马是动漫界的星爷 无厘头搞笑漫的先驱者 在这里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不敢演的 格斗体操界流传着三件神器 分别置于三所高校 眼下神秘人打败小太刀 夺走了他们学校的愤怒之球 叶飞风高他携带破碎之锤 找上了乱马 希望能得到家父的协助夺回神器 可乱马却拒绝穿上体操服去格斗 小太刀就像疯子一样表示自己还会再来 话说你个疯女人就负责率士吧 这一地花瓣谁来收拾 结果第二天神秘人进来乱马学校踢馆了 让人吃惊的是 他们竟是男的 为首的名叫大德四军康 三件法宝以德齐二 拿下这所学校的法宝 便可称霸格斗体操剑 他甚至觉得只有男性 才能发挥出格斗新体操的魔 久能是个能动手就尽量不逼逼的人 没想到连同他在里 剑道部在一瞬间全军覆没 可大德四却低估了乱马的实力 大德四决定对乱马使用愤怒之球 虽然球不可怕 但愤怒起来却真的会爆炸 最后决定通过比赛来争夺这最后一件神器 小倩为此展开了残酷的特训 他知道乱马不想贪赛 八宝斋却看不下去了 不就是体操服吗 变成女生穿上就是 所以一个小老头 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看着已经走火入魔的小倩 乱马决定牺牲自己 没想到在半路中了小泰刀的埋伏 一问三不知了 反观小倩终究没能等来乱马 决定自己上场 殊不知这祸正开心的斗小绿乌龟呢 小泰刀 你是要谋杀亲夫吗 反观新手小倩根本就不是大德四的对手 这样下去必输无疑 就这样 小泰刀的恶趣味被终止了 乱马出面 剔下了即将失败的小倩 大德四见此妹不好惹 于是祭出愤怒之球 传说此神器吸收了太多 不受男生欢迎的体操妹的愤怒 形成了怨念炸弹 悲伤的丝带更加离谱 是吸收了太多 不受男生欢迎的体操妹的悲伤 形成了悲伤之类 一旦被其怨念缠上 便再也不可脱身 学校将第三件神器可疑的体操棒 借给了乱马 然而她的威力 小倩已经麻木了 这三大神器果然神经 眼下乱马 被悲伤的丝带彻底束缚 大德四决定用愤怒之球一击必杀 没想到还有这种玩法 乱马你真是个天才 不过大德四在队友的帮助下 并未被淘汰 乱马借助查到格斗和久能也免于淘汰 这也是久能前辈本季最大的作用 乱马直接使用了天津甘利拳 没想到大德四的防守技能十分逆天 乱马根本无法破防 不过也慢慢发现了大德四的弱度 从而一击必杀取得了胜利 这时余温果然出场了 小太刀一举夺下两件神器 只要拿到愤怒之球 便可成为格斗星体操戒的女王 可她低估了悲伤之泪 眼下成为了大德四一方的踏板 这样一来 三件神器她就急齐了 据说会发生极为恐怖的事情 乱马中只要有温泉的戏份 那必是精度 眼下天道家受邀前去太子温泉 早云这伙爹成功带大家迷了路 反观迷路始祖 正在烧水准备幻化人形 殊不知一身猪肉已被人盯上 可区区凡人哪是凉牙的对手 也没想到此人竟是太子温泉的经理 果然命好连导游都能从天而降 传闻此处温泉不仅能治好疑难杂政 又能提高武艺 一听温泉是露天的 八宝斋一分钟都等不了了 乱马和梁牙一听能治疑难杂政 眼睛也亮了 万没想到这里竟然不是婚姻 可老爷子实在不想白来一次 要是女生乱马的话 也是可以的 结果也便宜了梁牙这小子 与此同时 女生这边传来了诡异的响动 大姐瞬间粉切飞 递给小倩一块寒食 小倩凭借一身蛮力 却砸中了愚蠢的家夫 一想还在继续 大家就这样寻找了起来 气氛不错 竟然讲起了温泉惊魂 不愧是你啊 小倩本来是不信的 结果马上就打脸了 她希望大家赶紧离开 你看乱马都吓成狗了 可两个活跌这样的真汉子 才不会害怕呢 结果池中黑影 直接发起了进攻 两个老家伙被吓得不轻 马牙调查无果决定 去审问那个经理 小倩来找他俩 起料却看到了 那个陌生的黑影 乱马质问经理 为何要邀请他们来此 温泉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经理打又打不过 快点结婚 只可惜根本没有女孩子 想要嫁进深山里 结果他父亲没等 抱上孙子就离开了 少爷从此一蹶不振 把自己泡在温泉里 但这里可以提升武艺的传闻 却吸引了很多武道家 可少爷一直等的 却是可爱的女孩子们 所以他不断击败武道家们 也自成了汤道一派 最后也是迫不得已 才对有女儿的天道家 发出了邀请函 小倩突然发出惨叫 乱马将凉牙打晕 只因他要施展绿茶格斗术了 没想到这招对待这种吃男女是不爽 汤太郎刚露头 就被乱马一击顶进了水池 可汤太郎也趁机游走了 他躲在暗处对乱马发动了袭击 乱马无奈之下只能躲起来 汤太郎抓住时机 将乱马拉入水底 没想到反被乱马暴揍一顿 眼下汤太郎有地势优势 乱马抛太久 已经开始头晕了 这边迷路的梁牙 竟意外解救了小倩 反观乱马已被砸得满头无奈 梁牙和小倩正好敢来 见汤太郎对乱马发起了攻击 小倩灵机一动将乱马变成女生 汤太郎果然不会对女人出手 于是反被乱马将了一军 也到了看看这变态真面目的时候 没想到掀开一看竟是个大帅哥 结果小倩建议他去当模特拍广告 没想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也让他家的温泉彻底火爆 乱马在中国骤泉香修行时得罪的人可不少 这老头便是其中之一 他可不是普通老头 而是传说中的瓜仙人 能将人随意变成瓜太来操控 眼下他决定和乱马玩一场报复游戏 首当其冲的是山脯和梁牙 他老爹则紧随其后 当乱马发现不对劲之时 这三个家伙已经变成可爱的瓜太了 这是瓜仙人送乱马的见面里 先损其心智 再让其在悔恨中做一辈子小青蛙 原来老头把刚才洗澡的小倩当成了乱马 仙人很快便卷土重来了 对乱马的憎恨那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的 紧接着便使用了画挖之术 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招数 没想到竟是老头子在咒拳香灌来的青蛙逆拳 老头子劝乱马放弃挣扎 毕竟亲人们都等着他来团聚 而且说不定还会因此覆盖了娘逆拳的功效 乱马一听真的心动了 在你看来做女人不如去做青蛙吗 还好小倩一个巴掌打醒了这笨瓜 得知自己差点被耍 乱马开启了战斗模式 可老爷子的阴招实在太多了 乱马一时疏忽被瓜太们坑惨了 情急之下也顾不上他们都是什么人 小倩想用腿法让老头子把山谱他们变回来 只可惜却同样遭受了瓜太攻击 乱马一着急竟踩中了山谱 果然小倩吃醋下的状态是无敌的 青蛙先人就这样被打跑了 不过为乱马准备好的礼物可不能浪费掉 之后乱马做了一个梦 小倩离开了他 只因他真的变成了一只大青蛙 由于太过悲伤反而哭醒了 小倩闻声而来 发现这傻子在浴室做噩梦 小倩你太勇了 给乱马都整害羞了 与此同时 叽叽嘎嘎的穆斯来了 乱马一把将他按进水里 你压给我变成人在说话吧 结果两人见面就要打架 原来穆斯是来报信的 他找到了山谱的藏身之地 就这样 三人来到了一处诡异的瓜太基地 看来那老头真把自己当仙人了 穆斯一眼就看见了山谱 虽然换来一顿瓜瓜犬 但他是山谱呀 但其他手牵的青蛙就逃不到好处了 反观老头子果然变成了瓜仙人 只见他轻敲了几下地面 无数小瓜太便成为了他的进攻武器 而且个个身藏不露 嘴里还能发射大炮 瓜仙人派出三员猛将上场 想让他们演绎出自相残杀的好戏 没想到刚才爆炸声太大 把他们都炸晕了 老头子见自己以孤立无援 便卖气惨来 回忆起了自己那心酸的往事 那便是乱马害他掉入青蛙逆拳的事情 这么一说乱马还真坑了不少人呢 老爷子越说越来气 直接对乱马发起了长蛇攻击 甚至三两下就将其控制了 就在乱马要变成青蛙之时 没想到这只是普通的水 亲人们变得青蛙也只是障眼法而已 老爷子只想吓吓乱马而已 就问你们吃到糖了吗 小倩你可太会了 知道成为海王的乱马有多会聊吗 这愉快的事情还得从山谱说起 为了和乱马约会 他决定使用喵心秘密武器 别说这一招还真管用 被吓成尘埃的乱马 就像一只听话的小狗 山谱说什么他都听 又惊见状 直接夺来小猫也效仿山谱 两人为此展开了战斗 可受伤害的却依然是乱马 小倩帮乱马疗伤时越看越生气 你压着憨货怎就被两个女人耍成了这副熊样 说吧就用力给他贴上一枚窗可贴 可就这一下 仿佛打开了乱马的情志 对着小倩就是一顿蜜语甜言 加上这深情对视 小倩根本招架不住 可总有不长眼的老灯泡们 孩子们都被吓跑了 之后小倩心里的小鹿生机勃勃地撞得不停 反观乱马竟在搭讪大姐 老岳父他差点一口吞了他 乱马发现自己有点不正常 可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再正常不过了吧 于是便踏上了海王之旅 反观山谱又今已经打了几个小时 两人决定休战 其料这时却看到了正在搭讪女生的乱马 山谱一怒之下冲上去质问乱马 有自己这样的漂亮女友 难道还不知足吗 结果乱马语出惊人 决定三人一起约会 但山谱和佑金可接受不了 还是继续分出胜负吧 结果趁着佑金分心之时 山谱略是小记得到了乱马 两人在船上进行了浪漫的约会 就要许诺终身之时 佑金一个扁铲就打断了两人的好事 山谱掉入水中变成了猫 佑金则霸占了乱马 二姐将乱马搭讪女孩的事情 告诉了全家 小倩虽然不信 但还是决定去看一看 这边乱马和佑金约会的同时 竟还在欣赏别的女孩 这让佑金很不满 果然恋爱中的女孩都是傻子 乱马未表诚心来给佑金买饮料 却在途中遇到了小倩 果然变成海王的乱马是无敌的存在 可这时候山谱和佑金却相继出现 毕竟都和乱马约过会了 反观乱马却又看上了二姐 之后小倩心里的小鹿就病危了 再也撞不动了 乱马也以糟糕的姿势被关进了柴房 八宝斋来看热闹 却发现自己的宝贝贴在了乱马鼻子上 那是他专门从中国买来的情人贴 怪不得乱马变成了这样 既如此就继续看好戏吧 老爷子被做成了毛毛虫 情人贴的秘密也被逼问了出来 所以现在的乱马 谁先得到就是谁的了 眼下小倩非常想知道乱马的真实想法 结果三人征服大战就此开启 幸好小太刀没有太 不然要上家药 乱马可就要坏掉了 山谱以疾风之势掏出昏书让乱马签字 要不是佑金及时出现 还真被山谱得逞了 万没想到佑金也随身携带着这玩意 同样被山谱搅了好事 结果两人干架之时不小心将小倩打落楼下 乱马想都没想直接就去做了人体肉店 情人贴掉了 又是高田的一集 乱倩挡吃的是真好 这被骗的小姑娘便是乱马的未婚妻之一 本来佑金苦心修炼多年 目的就是想亲手撕了这渣男 却没想到再次沦陷在乱马的魅力之下 佑金也是乱马众多未婚妻中最适合结婚的一位 他不仅温柔贤会能赚钱 而且还做得一手美食好味烧 乱马经常来他的店里蹭吃蹭喝 今天却发现往日热闹的店里近半个人都没有 原来是有人抢了佑金的生意 老客户都被这家薄饼店吸引了 店家小哥如母鱼甩子一般 能瞬间满足顾客们各种口味的美食 主要人家颜值还很高 而且美味到让人无法自拔 佑金这次是真遇到对手了 毕竟抢了他的生意 眼下十分不服气 甚至道出小哥做的美食不入流 既然是美食上的碰撞 那就免不了一场鄙视了 双方势均力敌 都把美食做得出神入化 可最后佑金还是略败一筹 并被嘲笑他的好味烧 才是被淘汰的食物 双方彻底结下了梁子 佑金望着破碎的好味烧 不知问题出在了哪里 一位老僧拿起来品尝了一下 虽然很好吃 但有一点不足 那便是没有灵魂般的斗气 是啊 佑金知道 自己之所以学习好味烧 完全是乱马喜欢吃 那时候为了找他抱抛弃之仇 所以斗气十足 眼下对乱马的爱 早已笑容了那份斗气 所以也到了该修行的时候了 之后佑金找上老僧 却在这里看到了 百年前曾祖父做的一份好味烧 到现在都香气有存 老僧都不舍得吃 这便是斗气充足下的美食 佑金为此开启了魔鬼般的特训 这便乱马和小倩打算 替佑金守住店铺 为了招揽顾客 小倩甚至将乱马变成了电花 不料这招还真好用 那痴心的久能前辈 果然带着兄弟们来捧场了 而且是在场所有消费 都算在他头上的那种 他可是爱惨了辫子姑娘呀 为了佑金 乱子也只能忍了 可有一件事十分棘手 这俩活谁都不会做 反观佑金正在经历最后的特训 需用一天时间 坐满付出真心的108份好味烧 寓意消除人心的108个烦恼 抵达无知境界 让斗气充盈 反观薄饼小哥越来越过分了 这次直接来到了佑金店门口招摇 乱马看不过去决定语气格斗 输了就离开这座城市 佑金这边终于坐满了108个好味烧 和尚他都已经吃不下了 乱马这边可就遭殃了 虽然他记得佑金的招式 但对付小哥来说还是太吃力了 最后还被卷成了人打人骂的猴子 虽然佑金的伸手比之前敏捷了很多 但对方的招数也是层出不穷 小哥没开二度 再次使用大招困住了佑金 乱马熟悉 里面可是藏着炸弹了 原来前面都是热身 佑金真正的修行成果已恭候多时了 但高富帅也有爱而不得的女神 久能前辈苦练天道歉和辫子姑娘 眼下终于熬成了纠集变态 这份压力也给到了他私人密探佐助的头上 现一周内带辫子姑娘来见面 如若不然就让他回老家种地 候选人可有的是 佐助下的一分钟都不敢耽误 要说久能家的联络工具也十分炸裂 是仅可通话一次的电话亭 而十分炸裂也有字面上的意思 佐助只知道辫子和乱马有关系 决定潜入天道家 眼下这一家人正在开心地吃瓜 乱马父子更是急性埋了一段甩子大战 结果乱马的下场就是变成了女生 反观佐助完全忘记了任务 毕竟大瓜的诱惑更大 眨眼间一屋的西瓜都被他炫完了 也发现了辫子姑娘 佐助徘徊在乱马浴室门口 内心十分纠结 想要确认就得偷看 偷看的话就有点不好吧 但和失业相比 偷看一下也无所谓吧 就在他墨迹之时 乱马洗完了 还来了一只熊猫 佐助惊呆了 辫子姑娘了 明明自己一直盯着 乱马这可男可女的人设确实坑了他 眼下久能表示已经等不到七天了 明天就要看到辫子姑娘 佐助你也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吧 反观乱马父子由于争夺若丸再次掉入水池 变成女生的乱马再次被佐助盯上 这次绑也要把他绑走 困成狗的乱马都没来得及变成男生 不过这也给了佐助一个天赐的机会 可身为忍者的他 却一点疼痛也忍不 更糟糕的是 他赶上乱马做美梦了 虽然听不清他嘴里激励咕噜在说些什么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佐助要倒大霉了 这孩子太难了 他甚至已经决定回乡下种地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八宝斋却闯入了他的视线 老头子三两句就让佐助完全对其幸福了 于是孩子将自己的遭遇坦白相告 八宝斋听完就笑了 那辫子姑娘我也想抓呢 于是趁机做好人传授佐助一个绝招 乱马第二天就像虫鞋了一样 穿着睡衣就游走了 看来这第一步算是成功了 佐助赶紧通知久能 称辫子姑娘已经在花园等他了 原来乱马中了老爷子名为半梦半醒的秘书 见乱马连早饭时间都没回来 小倩心急如焚 反观八宝斋梦想成真 甚至给乱马带来了珍藏已久的衣服 在佐助的指示下 乱马当众就换起了衣服 老爷子因此失控 也导致秘书失灵 清醒的乱马一脚 把老头踢到了外太空 可怜的佐助说什么也想留下辫子姑娘 至少得等到主人来啊 说吧 小倩就先找到了这里 可以正中了久能的下怀 这简直是可喜可贺啊 还买一送一的嘛 佐助你小子要升职了 虽然换来了人家夫妻混合双打 但久能今天还是赚了 反观佐助升职了去为加薪 而且 人家都是嫁女儿 这一家却嫁了你去 没错 这就是乱马的逆天剧情 只因他们遇到了史上最畸形的格斗流派 金发少年比格雷特是一位法流格斗家 眼下竟公然邀请了天道三姐妹 共进大餐 乱马为此很是不满 雷特也是个热血少年 看不惯就比划比划吧 比赛以格斗晚宴的方式进行 就是看谁先吃光碟子里的美食 没想到乱马还没开始 雷特那边就已经结束了 这是乱马第一次说得如此痛快 可更不痛快的是 雷特竟说天道三姐妹里有她的未婚妻 震惊之余不如回家找那活跌问上一问 早云一听就炸了 没想到都过去20年了对方还记得 原来早云在与玄马修行之时饥饿难难 那时正好遇到了雷特家的餐厅 只要在格斗晚宴中胜出便可吃霸王餐 结果不出意外的话 两人输惨了 可真没钱也是真的 于是两人许下诺言 生女儿就嫁给他家 谁知道还真生了三个 然而成为他家新娘 就必须要接受格斗晚宴的特训 将会生不如死 可乱马却主动请婴 于是以天道乱马的身份 将自己送上了门 可雷特这种欢迎方式实在是太恐怖了吧 然而负责特训的圣保罗夫人更为可怕 乱马因吃相丑陋 一上来就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在他们看来 进食的过程绝对不允许被看到 这也是格斗晚宴的意义 所以这是什么格斗 简直是妖怪聚会 可乱马为了天道家还是留了下来 小倩临走前赠予其一枚锦囊 走投无路十方可打开 殊不知更恐怖的是在等着他呢 这件枷锁的铁衣 直到完婚后才能卸下 这也是特训之一 乱马被带到了都是格斗晚宴高手的宴会 这根本就抢不到食物好吧 要说唯一的胜算 那便是手速还行 结果依旧快不过那些长舌 还被夫人狠狠来了一锅 看来今晚要饿肚子 反观天道家则认为乱马一定想尽了美食 吃了不少法国料理 可谁又能体会乱马此时前胸贴后背的心酸 他想起了小倩的锦囊 没想到里面是两颗糖 还挺甜的 你可真是亲媳妇 第二天一早就展开了严酷的训练 连雷特都要看不下去了 可你呀别在别的面前吃东西好吧 小倩以女仆的身份来到乱马身边 并送出了一块便包 起料乱马有自己的原则 要想打败雷特 必不能前功尽弃 然而混进来的还有偷吃的老爸 他甚至有点期待乱马能嫁进来 毕竟会有数不清的美食可以享受 不愧是你了 乱马越想越气 想恢复男神找雷特决动 但这铁衣的苦 却只有女生可以承受 之后大家翻阅书籍 终于找到了关于法国留格斗晚宴的记录 上面每个人都是小可爱 却唯有一位十分正常 看来突破口便是此人的格斗之法了 只可惜那一夜被人撕掉了 乱马施展绿茶格斗术 想问出点什么 起料却吓到了雷特 并表示唯独这个不能告诉乱马 结果乱子吵着要回娘家 雷特无奈之下 道出那件事与肥美的鹅肝有关 确实是美味不假 可乱马依旧猜不透其中奥妙 夫人得知此事后 决定马上为两人完婚 乱马也终于在两个父亲的搞怪中 发现了鹅肝的秘密 鹅肝甜食便是其中奥义 并不是想吃 而是让谁去吃 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乱马做了噩梦 可醒来却依旧看不见阳光 正以为是梦中梦之时 夫人告诉乱马婚礼 将在一周后举行 乱马知道 唯有在格斗晚宴中打败雷特才能提条件 为此展开了极为残酷的特训 小倩光是听惨叫声都听不下去了 然而听到这个声音 却不止小倩 在结婚前夕 乱马对雷特下达了格斗晚宴挑战书 银芳可获得这场婚姻的处置权 夫人表示无所谓 正好看看准媳妇的修行成果 大战如约而至 没想到乱马这货真的领先了 原来乱马拼的还是手速 雷特不光要吃自己的 还要吃下乱马喂给他的 这便是强行给大鹅喂下食物的办法 其料雷特早就知道乱马在修炼此招了 所以他也修习了反击之法 那便是嘴前相叠 阻绝食物 可乱马的头脑和气灵活 再给你加一碟子 这样你又该如何应对呢 可这样的能丢进去 吸得就痛苦了 乱马再次施展了惊人的手足 竟连汤带水的一股脑都冲进了雷特肚子里 雷特健壮决定使用奥义 从某一方面来说 雷特确实是无敌的 但无妨 这些小伎俩在乱马前面根本不够看 然而雷特的奥义 还有另外一种 那便是密不透风大嘴包围是西石 这样一来乱马便无法插手 可他们都小瞧了乱马 你不吃 不代表其他人也不吃 但这一招极其耗费体力 眼下乱马已经开始眩晕了 而雷特却只剩下一道菜了 乱马赢了 可雷特却更喜欢他了 可乱子就是不嫁啊 大家还是个奔前城吧 可你以为雷特会就此罢休吗 学校进往学生的泳池里投放鲨鱼 不要慌 因为这是乱马 所以一切都合理 天道歉被老师选中去参加全校游泳大赛 可他却是个汗鸭子 乱马劝他放弃 又今想替他参赛 唯有久能支持他 只因实在想看小倩穿上高叉泳衣 小倩不退赛也不用人代替 比赛他去定了 可说的容易 实际的问题就摆在这了 突然 一双强而有力的手臂出现了 校长他是绝对不允许有女同学轻生的 此刻的小倩心中如万马奔腾呼啸而过 还好乱马及时出现将家妻就上岸 校长才发现这么可爱的女孩竟是汗鸭子 这样的话 自己残酷的新校龟就要受限了 为了不让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 校长决定亲自教小倩游泳 乱马没想到小倩竟会同意 殊不知小倩一直都想穿上心爱的泳衣去海边吸水 不愧是你 小倩赴十一表决心 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 是活海也要跳了 其料前方却不是活海 而是饥饿的大鲨鱼 校长你是认真的吗 然而他真的是认真的 并解释说夏威夷人就是这样做游泳特训 没想到校长时辰大海咬无阴性 所有人都没中计 唯有小倩这汗鸭子中计了 既然水都下了 那咱们就开启特训了 鲨鱼张开血盆大口 还好乱马相就及时 不然就悲剧了 本来小倩是很感动的 只可惜乱马掌了嘴 久能前辈决定陪小倩一起特训 他吹嘘自己的游泳技术已出神入化 结果一锤子下去果然是出神入化 眼下鲨鱼再次苏醒 危机再次降临 久能终于感觉自己被需要了 并对鲨鱼进行了长达两分半钟的侮辱 校长抛出一个套圈 好家伙 果然这条鲨鱼是校长佳养了吧 最后鲨鱼宝宝的爱意全部给了久能前辈 没过几分钟就被担架紧走了 小倩为此很失落 他只是想学会游泳而已 反观校长也没有放弃小倩 接下来的特训以天鹅命名 可想象总是美好了 校长表示无需多言 那可是自己连夜加工出来的 你以为是为了谁啊 走你 没想到校长这次用心了 可小倩的精神状态却不太好 他真的会陷 最后乱马从二姐手中高价买来装备就出了小倩 下一个是人鱼的特训 效果很棒 确实会游泳了 而且防溺水的程序也非常用心 随着小倩越战越勇 校长成功被带跑了 结果小倩溺水了 乱马又精将其救出 校长也真诚地道了歉 小倩不挣扎了 希望右经替自己出场 遗憾终究未能填补 这次乱马却拦住了他 右经也为其打气 可再给小倩一百年 他也学不会啊 不过那惊人的角力 却被乱马补过 于是把小倩打扮成了 永圈灭绝者 这样能保持小倩不会溺水 那惊人的角力 会作为推动力飞速前行 没错 在乱马眼里 小倩是一艘小飞船 最后也如愿取得了比赛第一名 乱马中的天道侠 竟是女巫萨 可瞬间拿捏八宝斋 事情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八宝斋正在惬意的午休 醒来后的他穿越到了另一个次元 望着面前可怜的尸骨 八宝斋善心大发将其安葬 其料白骨却幻化出人形 想要报答他 八宝斋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 便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人家的报答 反观这个次元的乱马强的一批 仅凭一招便可击败八宝斋 而且这里的小倩是烹饪大师 乱马总是夸他 小倩就像做梦一样开心 然而这确实是在梦里 由于小倩和乱马先后睡在了八宝斋旁边 导致两人一同被吸入了八宝斋的梦中 所以老头子一直在陪他俩玩 在这里他才是真正的老大 老头子日益嚣张且变得更加变态 两个娃娃再次饱受折磨 甚至乱马变成女生后 都无法再变回男生了 两人打算逃离这场噩梦 却意外发现了二姐的梦 原来小妮她也睡着了 二姐的梦境就像一座迷宫 不管去哪里都需要投币通行 不愧是女的 在小倩的哀求下 二姐收取了一笔大钱并为两人指了路 结果又回到了八宝斋的梦中 原来这两人早就是合作关系了 不过老头子的钱也快被榨干了 在小倩的建议下 乱马对八宝斋使用了绿茶格斗术 想让老爷子大发善心送他们出梦 乱马你太天真了 八宝斋才没时间理你了 这里可是她的天堂啊 无奈之下小倩再次向二姐求助 小倩怨气太重了 二姐为求安生透露了一个命 只有这里的老头被打晕 现实的老头才会苏醒 梦境才会破除 结果乱马的无数次挑战 均已失败告终 最后还得靠小倩奋力的一锤 没想到八宝斋的念力如此强劲 接下来两个活跌也被拉入梦中 面对如此恐怖的梦之力 两人愿意给师父大人他当牛做马 突然乱马消失了 原来一只蝉吵醒了他 这可是大好时机啊 乱马你真不中用啊 突然 玄马又醒了 原来他坐着睡摔倒了 可他却只是扭转了棋盘 见引起已成定局 还是继续睡觉吧 你们不愧是负责 不过两个活跌却发现了惊天大秘密 既然师父他不想醒来 也不想让别人醒来去吵醒他的梦 那么就代表梦中怎么对待他 他都不能反抗了吧 这简直是两个活跌的梦才对 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心的扭曲啊 乱马也加入了进来 确实很爽 但也彻底激怒了八宝斋 望着振奋人心的金色八宝大滑轮 三人期盼已久 结果三人并未昏睡过去 只因梦中的八宝斋就是神 他不允许任何人昏倒 不会死去是三人不幸中的万幸 可痛苦的体验却不会减少 就在八宝斋决定实验 纠集八宝大滑轮之时 天边却出现了光芒 原来煮好饭的大姐叫醒大家去吃饭 这场噩梦终于结束了 这是乱马最搞笑的一集 她的未婚妻竟变成了二姐 眼下追杀八宝斋的小倩 不小心把酱油撒在了二姐身上 小倩吓完了 毕竟能和二姐沟通的只有钱 其料二姐近思毫不在意 只因衣服本就是小倩的 二姐答应陪她一件衣服 不愧是你 看妹妹傻就随便拿她东西吃饭 然而这还不算什么 她还将小倩亲手缝制的毛巾 送给乱马当了抹布 乱马还嘲笑小倩绣的兔子像水母 结果换来一顿胖揍 可你以为乱马的嘴就老实了吗 她说小倩最好看的衣服没被拿走 小倩欣喜 到底是哪一件呢 结果乱马却说是道场服 还真是一顿过躁的晚餐呢 小倩虽生气 但还是换了道场服 虽然妹妹粗鲁浩强不坦率 笨手笨脚不可爱 但人家终究算是个女孩子呀 大姐希望乱马给小倩道个歉 可乱马实在不知自己和错之友 小倩直言 是你和二姐联合起来欺负我 还说我笨啊 二姐听不下去 我们确实认为你笨 但绝没有联合 小倩暴怒一击 砸碎了自家阳台 导致她摔了一个皮端 正想去救二姐 起了乱马已经出手了 乱马觉得二姐比小倩柔弱 会摔坏 没想到早云根本不在乎乱马 娶哪个女儿 只要能继承无管即可 小倩内心十分杂乱 于是想和二姐聊一聊 却在门外听到二姐对乱马表白了 二姐是想来真的了 果然二姐对乱马越来越关心 乱马忐忑不安 但还是对二姐直言无法做其未婚夫 二姐哭得梨花呆雨 看来是嫌弃她年龄大了 原来是乱马脑补的 因为此刻的二姐正拿她女装照片发财呢 二姐声称自己喜欢各种万马 二姐姐妹妹已请施难安 是时候发一笔财了 可小倩却说自己想开了 二姐见状赶紧降价 一千元也行 可小倩依旧没有理睬 反观乱马则以千元每小时 被二姐出租当了状牢利 正欲找二姐算账 可二姐这一出欢迎回家的大戏谁受得了啊 反正小倩是崩坏了 就在二姐以为乱马要被卖出之时 小倩却熄火了 之后二姐变本加厉 甚至使出了最后绝招 小倩果然在意乱马 二姐表示五百元不能再低了 可小倩却表示一毛钱都不会出 二姐见状只能去算计乱马啊 想后分手回到小倩身边吗 那就交出五千元分手费吧 小倩才发现自己和乱马都被耍了 没想到乱马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他要复仇 于是对二姐发出了约会邀请 可二姐实在不想赔两个穷鬼小孩玩 于是把乱马的约会请柬交给了小倩 小倩盛装打扮开心赴约 反观乱马 却买了一束红的像中毒的玫瑰 二姐知道了乱马的意图 可不能让可爱的妹妹背锅 结果他们来到了花园迷宫 乱马则误打误撞抓住了小倩 于是史上最甜的荧幕也出现了 是乱马中最柯南的一集 内涵大量推理情节请谨慎实用 案件的导火索是一份无辜的章鱼烧 是大姐排了好久的队买回来的 可就在她接个电话的时间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此案事关重大 甚至危及天道家的良好家风 原来张玉烧凭空消失了 现场只留下了开着半扇的门 以及打翻的水杯 这种偷金摸狗的行为 天道家是零容忍的 眼下务必揪出那个人 二姐首先把风吹向了乱马 声称买饮料回来时 刚好看到女生乱马 从厨房慌慌张张地逃离了 当时就留下了打翻的水杯 可乱马支支吾吾表示 喝水着急了而已 并表示去的时候 张玉烧就只剩下盒子了 既如此 二姐就拿出了手中的证据 于是对乱马展开了推理 乱马确实是去喝水不假 但看到张玉烧的她 根本无法抵抗 于是失去理智的 她撕下包装纸 就大块躲移了起来 之后她感觉没吃饱 索性就一杯水 将自己变成了女生 毕竟女生未小 瞬间就有了饱腹感 这炸裂的推理 对乱马十分不友好 乱马也不得不说出 自己的所见了 刚冲完凉的她本想去喝水 却看到了急匆匆 跑上楼的小倩 她嘴角明显带有食物残渣 而且她的橡皮圈 就丢在了张玉烧的空盒子附近 但面对乱马的再三追问 也面露了难色 与此同时 八宝斋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只因她当时确实看到了真相 那便是身为一家之主的天道 早云吃着东西 从厨房走了出来 八宝斋上前查看 果然发现 张玉烧的空盒子旁有一根牙签 上面明显是紫菜 就在早云摆口莫变之时 大姐却在八宝斋嘴角上 同样看到了紫菜碎线 早云一身利器终于得到了释放 立刻逮捕了嫌犯八宝斋 老头子为此讲述了一个 关于紫菜的传说 有一个专门喜欢吃紫菜的童子 他会偷吃 关于一切带有紫菜的食物 并喜欢嫁祸给他人 所以他认为一定是紫菜童子陷害了他 结果大家也在 玄码牙齿上发现了紫菜碎线 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觉悟 玄码被捕了 不过这活跌有样学样 同样给大家讲了一个妖怪传说 结果就是把八宝斋的童子换成了妖怪 所以玄码认为是妖怪嫁祸给他了 突然 早云发现屋顶有人 小倩一击将其击落 定睛一看 竟是九能家的看门拳佐助 而且在厨房发现了 他随身携带的九能家纹 所以偷吃的帽子 瞬间扣在了佐助头上 天到家即将对其展开正义的审判 当时佐助看到了辫子女孩 本想偷拍几张照片回去邀功 奇料却被发现了 眼下佐助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于是只能拿出偷拍的那些照片了 好家伙 全员犯罪啊 不愧是你们 推理游戏到此为止了 大家装作没看到照片 很自然的散开 各自去潇洒了 即乱马持续高能 精彩暴击绝不容错过 众所周知 乱马的日常就是和老八对的 眼下被打几眼的乱马 竟故意不小心地撕毁了八宝斋的珍藏品 老头瞬间火冒三丈 你小子喜欢打架是吧 那我就来做你的对手吧 结果不出意外的话 乱马就要出意外了 被打飞的乱马险些砸到一位神医 奇料对方竟帮他医了伤 还给他推荐了一款来自中国的秘宝 这枚影分身香可使习武之人迅速变强 乱马怎会放过这次机遇 结果到家就迫不及待地点燃了一根香 没想到他的影子真的剥离了出来 而且身手不是一般的好 作为训练对象再好都过了 可小倩却觉得是有蹊跷 毕竟说明书上 有很多他们看不懂的注意事项 之后乱马完全对其产生了依赖 每天都进行着魔鬼般的特训 小倩实在担心 于是找到梁牙帮忙 结果梁牙在与乱马切磋之时 发现这货的速度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结果一不小心就被打飞了 乱马对小倩越来越冷漠 心中只想着要变强 而且饭量也突然大的惊人 甚至能吃下平时的两倍量 接下来的事情更加离谱 他会在晚上将冰箱洗劫一空 甚至还会偷窥小倩洗澡 小倩越来越不理解乱马的行为 他还把八宝斋的珍藏品全部烧毁了 使老爷子一蹶不振 然而这便是影分身香的副作用 如果经常使用 便可导致影子脱离本体不受控制 乱马和小倩解释自己没有做过那些事 却意外发现自己没了影子 两人才恍然大悟 眼下乱马为此不敢入睡 小倩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只能默默帮家夫做了夜宵 结果乱马吃完就睡死过去了 引马则抓住时机准备大展伸手 这次他色胆包天 竟直接闯入了小倩的闺房 小倩的叫喊声惊醒了乱马 眼下双马对峙随时开打 二姐分析过后 发现真相只有一个 所以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都是乱马平时不敢做的事 所以才投射到了影子里帮他去做 眼下双马大战一触即发 三百回合后 影马完全占了上风 岳父想要汇汇影子女婿 岂料人家会借光瞬移 能力那叫一个棘手 儿子闹事 亲爹自然脸上挂不住 甚至拿出了自制的芭蕉扇 可对方是影子啊 那能扇得动吗 接下来岳父又拿出了紫金胡萝 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结果根本不知道影子叫什么 蝴蝶们平时没少看西游记啊 眼下小倩试图阻止银马 结果 看来银马也喜欢小倩 二姐趁机火上浇油 结果在小倩一顿炮轰之下 银马彻底失去了战斗意识 乱马则趁机使用火中天津甘利拳 将其送上西天 二姐调侃银马比乱马更坎成 或许比乱马更喜欢小倩 小倩却非常开心 这个影分身香果然是宝贝啊 不然怎能有机会看到 家夫真实又变态的内心呢 人渣的父母可能会更渣 就比如乱马中的九能带刀 和他爹比起来 他也算得上是个人了 原来乱马学校的变态校长 就是他失散多年的中年父亲 九能完全不能接受一个 比自己还要变态的老爹 所以不肯与他相认 眼下是小太刀学校的家长开放日 平时都是九能去参加 可这次小太刀却带来很多礼物 找上了乱马的父亲 希望选马帮忙出席家长日 事后还会请他吃大餐 如此诱惑让选马为之心动 乱马很无奈 你不是有个叱咤风云的父亲吗 与此同时 九能已将家长日理夫准备好了 其料却遭受了小太刀的愤怒摧毁 他怨恨哥哥没将父亲的事情如实相告 他做梦都想有一位帅气的中年老爸 事情也是不禁念叨 校长老爸已经到门口了 就在九能准备将其赶跑之时 小太刀已经和对方父女相认了 这份骨血相容的幸福是无法替代的 就连亲哥哥都不好使 殊不知这位校长老爸拥有多副面孔 对待妹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父亲 可对待儿子就露出了变态本性 九能直接炸了 你赶紧给我圆论地走开 就在双方准备大打出手之时 不远处传来了小太刀的呼唤之声 人渣父亲瞬间变得温柔善良 就连九能都快融化了 妹妹他从未如此开心过 校长老爹对着女儿继续卖菜 称自己被强行留在了夏威夷当老师 非常想见女儿的心 才让他费尽千辛万苦逃了回来 小太刀更加感动了 甚至拥护父亲坐上了家主之位 九能本想为了妹妹忍气吞声 但凭什么你回来就要夺去家主之位 可无奈妹妹站在了父亲那边 九能只能失落地离开 他揣测人渣父亲的目的是 拉拢小太刀夺取九能之家 反观左朱为了九能一家的幸福 也是操碎了心 竟跑来天道家寻求协助 结果卖惨成功 小倩拎着乱马 就登门了九能家 眼下小太刀正在体验做女儿的孝心 他还为父亲准备了家长日的礼服 这让九能备受打击 既然哥哥始终无法替代父亲 那就听天由命吧 九能决定搬家 为妹妹的幸福让路 结果乱马巧用激将法 便重燃了九能的斗志 不努力一下 怎会知道妹妹究竟需要谁呢 校长寄出理发神器 只见乱马轻轻一闪 伤害便由九能全部承受了 两人话不投羁绊居多 乱马让两人通过决斗来争取语言权 双方也从未如此认同过乱马的话 左朱心想 劳子算是找错何事老了 一方是剑刀一方是剪刀 双方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九能攻势太猛 校长父亲为此打出了感情牌 九能惨遭了算计 不过无妨 就是有钱 最后两人打累了 人渣父亲没开二度 称自己想历练孩子才会离开他们 九能惨败 校长看出女儿两面为难 决定让出家主之位回归学校 寸丁是乱马中差点被遗忘的神配 她的出场方式只能用有精神病来形容 这或总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为人阴暗孤独 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 喜欢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她作为转校生来到乱马和小倩的所在班级 殊不知在此之前 三人已经结缘 众所周知 小倩做饭就像练骨一样 可她却偏偏喜欢做饭 整得二姐不敢待在家里 两个活跌也只能偷偷点外卖 乱马更是练出了灵敏的嗅觉和利落的腿脚 大家的求生欲都很强 乱马在躲避小倩的便当之时 不小心撞到了正在用花瓣预言找朋友的五寸钉 看似不动 其实走了有一会儿了 就这样 三人结下了缘分 五寸钉出手大方 喜欢送人礼物 虽然礼物很奇怪 但总会有好奇宝宝喜欢的 之后乱马当众拒绝了小倩的便当 使其一怒之下准备投喂五寸钉 乱马为了拯救新同学与小倩展开了拉力赛 结果一滴不胜的扣在了孩子头上 乱马这得罪人的体质还真是神了 五寸钉在得知乱马是小倩的未婚夫后 决定用自己炽热的心解救出这个善良的女孩 结果一锤子枪在了自己大母哥上 那叫一个酸爽 之后她又挖了一个陷阱 好奇宝宝路过 觉得记作就要做得真一点 梯子撤掉 还要盖上土才行 可这样的陷阱谁会踩到啊 小倩自尊心受损 决定疯刀 可她也是真心喜欢这门手艺 乱马想要与小倩和解 又要应对无聊的五寸钉同学 或许当初就该让这丝尝尝地狱美食 反观五寸钉仿佛有厄运体质 自己就能把自己玩死 不过她将这一切都归咎在了乱马头上 于是正式对其发起挑战 乱马也决定说出一些大实话 在别人面前这么说自己老婆真的好吗 连九能前辈都看不下去了 果然不止一次 但也绝不是最后一次 九能就这样替乱马遭了罪 之后乱马感觉对不起小倩 于是买下小倩喜欢的那本烹饪书 还顺便买了一瓶肠胃药 不愧是你啊 乱马还给小倩做了标记 看着小倩幸福的笑容 多吃点肠胃药也无所谓了 结果三人同时收到了约会信件 乱马和九能却相遇了 然而邀约之人是这不死心的二伙 见两人纷纷要逃离现场 他才知道自己的易容术被识破了 你别开玩笑好了 小倩女神怎可能是你那副鬼样子 这个意外 让五寸丁以为自己有了神力 于是信心大增 准备请出天谦来制裁乱马 结果一顿操作猛禄 乱马却是啥是没 五寸丁却被雷神砸了个半死 小倩为此送上了新研发的美食 乱马怕小倩背上人命 也忍痛送出了解药 结果五寸丁还是一个礼拜没来上学 马中的三傻终于有爱了一次 甚至还相约一起去洗澡 这件大事得从一位来自中国的商人说起 只因他带来的货物里有男逆拳素绒粉 这让梦想成为真男人的三傻位置疯狂 于是纷纷倾家荡产决心购买男逆拳粉 便宜卖你们也行 不过有件事得说在前头 原来他来时的路上 被一只熊猫和一个怪女人撞进了河里 所有的皱拳粉都混在了一起 所以三包里只有一包是真的 看来想再次修成男儿身还是非常不易的 梁牙和穆斯都有了觉悟 唯独乱马犹豫不决 万一变成老爹那样可咋办 大姐提议大家一起泡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也是整整齐齐一家人 都不用天天做饭了 咱们种一片竹林 不愧是你 反观山仆这小机灵鬼满脑子都是乱马 先从穆斯手中骗走了皱拳粉 又袭击梁牙夺走了他手中的皱拳粉 反观乱马依旧无法下定决心 小倩娇羞表态 无论乱马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能接受 只可惜山仆带来的两包皱拳粉 更为吸引乱马 就这样 乱马又被山仆截胡了 山仆骗乱马说这两包是对方主动送的 可这谎话根本就圆不上好吧 人家两个小动物也很拼 结果再次一人分得一包 见此情刺激 山仆表示外卖快凉了 我先给人送去了 留下乱马独自承受暴风雨 乱马灵机一动 不如大家合作一起用真的难逆全粉吧 于是就变成了开头那样 三傻结盟了 甚至还想找个无人打扰的地方一起洗澡 三傻做梦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可今夜也注定无眠 来自他们内心的不信任不停地攻击着梅一傻 在乱马梦中 她自己是个实验品 历劫两次变态最终成全了猪和鸭 而在凉牙的梦里 她又变成了实验品 历劫两次变态最终成全了女人和鸭 反观穆斯的梦中 她同样也成为了实验品 历劫两次变态最终成全了女人和猪 不愧是三傻 连梦都是一样的 次日天气格外清爽 三人决定就地取材 三只一人高的水桶 纷纷被装满了水 点火开烧 三傻从未如此认真过 按照事先的约定 终于抵达了最后一步 其料穆斯不按套路出牌 率先打破了这个平衡 接下来就是一阵较劲环节了 直到一只鸟飞进了穆斯桶里 那闪耀着光芒的背后 竟飞出一只五尺一龙 两牙的桶里也被一只猫玷污了 结果它变成了剑齿虎 还真是两个了不起的咒拳粉呢 所以乱马这桶 就是真正的男逆泉了 然而塑料的友情也是说碎就碎 水桶被迫向山坡下滚去 三傻个显神通当人不让 结果一起掉进了河里 不过也同时淋到了男逆泉水 可三傻真的能变回真正的男人吗 答案当然是不能 只因伤人忘说了一件事 咒拳粉速容后要立即使用 不然便无法奏效 果然乱子还要继续和大家见面呢 乱马的颜值可谓是全剧天花板了 其独创的绿茶格斗术 更是让无数吃男吃尽苦头 其魅力连女人都自愧不如 眼下学校周围总有女生遇袭 虽然都是一些无聊的恶作剧 但依旧为大家带来了困扰 为此大家找上了小倩 小倩本以为他们想让家夫帮忙抓坏蛋 其料大家却爆出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大家记忆中的袭击者身后留有小辫子 而且还自称是早已乱马 此话一出小倩差点原地爆炸 虽然很想相信那个变态不是乱马 但架不住大家都这么说 回想乱马平时一些神经兮兮的骚操作 加上身边有八宝宅那恶魔的熏陶 说不定他真的变态了 主要小倩还在教室发现了那个可疑的面罩 于是他故意晚点回家 其料真的遇到了袭击者 可小倩毕竟不是软啪啪的妹子 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仅凭一颗苹果就打跑了袭击者 只可惜那家伙跑太快没能见到真容 回家的小倩发现乱马正在洗澡 望着他换下来的一身脏衣服 再回想今天袭击者消失的地方 小倩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浴室 只听猛男惨叫一声 就被泼成了女孩子 面对小倩的质问 乱马气到发狂 不为别的 只为那人既然戴着面罩又自爆姓名 我乱马还没傻到那种程度 小倩一想也是 反观这个袭击者正是前不久刚出现的五寸钉 原来他一直怀恨着乱马 所以想用这个方式斩断乱马的社会生命 然后让小倩远离他 自己再出面英雄救命 最后成为小倩的守护神 可他也太天真了吧 乱马的手段是他这辈子都无法预料的 为了亲自调出袭击者 乱马请出了乱子 没错 绿茶格斗术要重出江湖了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够抵抗 所以被袭击者盯上也是注定的事 乱子虽然被这无聊的把戏吓了一跳 可也很快进入了状态 闲话少说 直接亮出你那真实的面孔吧 五寸钉随手一丢 把今天的道具都扔给了乱马 乱马没想到此人如此不君子 不过还好被自家媳妇抓到了 对于小倩来说 家夫不是变态 就是今天最好的礼物 乱马让小倩去一旁看着 这件事她想亲手搞定 没想到五寸钉对自己的义容术 还是如此有自信 乱子表示不服 毕竟变身可是她最在行的桥段 不愧是你了 连性别都能变了 五寸钉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过乱马却没将她的事情说出来 孩子还是太善良了 不过这份善良也是有要求的 眼下五寸钉以化为忠实仆人 完全被拿捏了 并且还学会了猛虎落地势 可你以为五同学会如此心甘情愿吗 她的阴招可多着呢 只可惜她厄运附体 乱马突然被人喊去打球 她这次又险些把自己玩坏了